爷们不见你 那一定会见我 燕林哥 我帮你 这是我妈让我给您的 本来想军训结束后再给的 那你跟你妈妈说 谢谢她啊 这是个好东西啊 我就说吧 特别适合您 而且 特别是等您出山以后 您就可以用了 不可能 燕林哥 芙兰基金确实是我们家主头的 艺术基金会 有很多大量的古玩古画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修补师 聂林哥 你知道我为什么送燕林这个指甲钱吗 不知道 因为修复古画需要大量的矿原料 可制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就好比说泥巾吧 制作泥巾需要把真金锤打成金箔 然后再用手指 把金箔磨到在空气中 能够飘起来那么轻那么薄 所以 燕林在做泥巾之前 都要把纸巾讲到最短 饭也不敢吃 水也不敢喝 门也不敢出 就是为了减少金箔的损耗 芮妮 我明白 也理解 但是 但这门手艺不赚钱 而且 也很少有人耐下心来学了 燕林哥这么多年 就收了一个徒弟 还被你们家那个什么 富兰基金给挖走了 这不等于挖燕林的肉吗 太不道德了 人各有志 我不拦他 只是 可惜了我这门手艺了 是啊 燕博 这个人各有志 拦不住 但是您拦不住 您把这气撒在富兰基金身上 还把气撒到这个 诚心诚意向您求颜亮的后生身上 这算什么逻辑啊 我给您理一理啊 燕博 您看您徒弟为了高兴走了 那是您徒弟见钱眼开 关富兰基金什么事 人家金金是商业行为 在招聘之前没有义务慰问 你跟谁有血缘关系啊 跟谁有试图感情啊 你说对不对 另外呢 您坚持了这么久的手艺 肯定也是希望有人传承下去 光凭您一己之力 哪能够了上那么多古话秀福呢 现在有富兰基金给您做规模化 不好吗 您不能这么自私啊 我自私 我 我怎么自私了 我 您不自私吗 您为了私人恩怨就不帮忙了 那万一求您帮忙的人 要修的话是国保呢 那不修不就毁了 您就成罪人了 还是千古罪人 你这丫头 我说这事好解决 要我说 您徒弟这么多年 肯定也没用心学什么本事 要不然叶琳哥也不会请您出山了 走了就走了 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您要是缺人手 富兰基金有大把的人手 他可以送人过来帮您打下手 磨石头什么的 不就行了吗 到时候要是有人真心喜欢这本手艺 您用看得上 您就收它为图 不好吗 对 燕博 只要您愿意 丫头啊 我算看明白了 你这不是来帮我的 你今儿纯粹是来气我的 我 我哪敢啊 我这是给您出一好办法 因为我知道 您是大度的长辈嘛 行 燕博 您同意了 我立马打电话 等会儿 打什么电话打电话 打电话让基金会派人过来 没那么容易 丫婆 你还要怎么样啊 他们家 把我人让我肉疼 我也得 让你们家肉疼肉疼 你不是 想要 轻氯颜料吗 这是 轻氯颜料的矿石 拿回去自己磨 工具嘛 我可以借您 磨好了 再给我拿回来 家还是老的啦 我也要乱死我 让你们家然后 大家一起去 走